早晨,欢迎大家回来,我Learn with Tom Lee A-level数学,A-level of Mathematics 亦都是继续第四课,binomial expansion 今课我们会继续4.3折,using partial fashion 大家还记得第一课我就教过大家用这个parsal fashion 今课就可以应用到这个parsal fashion 落个binomial expansion里面 亦是一个重温的课题 看看定义 parsal fashion can be used to simplify the expansion of more difficult expression 如果我们有一些复杂的功能 我们就可以用parsal fashion 将原本一个faction分开成两个简单一点的faction 然后我们才做expansion 这个就是using partial fashion for binomial expansion的意思 you need to be confident expressing algebraic fraction as sums of the partial fashion 我们 refer回去chapter 1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partial fashion 一定要很熟 跟着下来才可以做到的 这一节最主要是一些exercise的节数 所以基本上就没什么新东西 只不过我们用旧东西是继续做的 所以我就希望透过不同的exercise 去和大家一起去做 现在大家可以拿一张纸出来准备一下 我们就会做一条第二条 第三条的考试题exam question 我们准备纸笔开始做了 第一条 第一条 express 4-5x 除比1加x 2-x as a partial fashion b part hen show that the cubic approximation of 4-5x 除比1加x 乘2-x is 2-7x 除2 加比11 除4的x square 减比25 除8个x 三次方 C State the range of the value of x for which the expression is valid 首先A part 我们做puzzle fashion 先 A part 我写回题目 4-5x 除1加x 2-x 等于A 除比1加x 加比B 除比2-x 我们现在就要找A和B 就是等于通分母之后A乘比2-x A乘比2-x 加比B 乘比1加x 1加x 当然是除比1加x 2-x 接着我们将这个term乘出来 就是等于2A A乘2 2A 减比Ax 加比B乘1 就是B 加比B乘X 就是B 除比1加x 2-x 将所有有x的terms 抽了出来 所以我们有B-A Bx 减Ax 所以B-A乘X 加比2A 加B 除比1加x 2-x その分子 2A 就是等于4-5x 分子 4-5x 因此分子 4-5x 分子 是等于B-ax 加比2A加B 很明显就是2A加B就是4,2A加B是等于4,因为这个一定要等你这一边这个,左右才是双等的, 我是有-A,这个是-A加B,是等于-5,-5就是这个X的Efficient, 我们将两条式双减,这个是第一条式,这个是第二条式,第一条式减第二条式, 这个减,我就会有3A,B-B就没有了,4-A-5就是9,所以A是等于3, 我们将个A等于3,subtitute下去第一条,subtitute下去这条式里面, We have 2乘比3加B是等于4,2乘3加B等于4, 就会是6加B等于4,B是等于-2,我们计算到A和B, 第A部分我们就知道4-5X除比1加X,2-X是等于3除比1加X, 2除比2加X,A成功地做了Puzzle Fashion, B部分我们要将3除比1加X,2除比2加X,expand出来, 所以我们就代表3除比2加X,2除比2加X,2除比2加X,2除比2加X等于H 我们逐个找,因为一起做Expansion的话就会很乱, 所以我们逐个GX做Expansion,然后H做Expansion, G是等于3除比1加X等于3乘比1加X的-1次方, 我们逐个N等于-1次方,X是等于X, 因为这个X,所谓等于X,等于3乘比1加N乘X, 即是-1乘X,再加1除2的Factorial, 乘比-1,再乘比-2,即是N-1-2,x的2次方, 再加1除比3个Factorial,-1,-2,-3,x的3次方, 我们去到3次方的Term就够了, 也就是等于3乘比1,减X,加X2,减X3次方, 再加进去,因为我们照成下去, 这个是-1乘X,所以是-X, 这个2和这个2弱了,负负得正, 所以仍然变成正X2, 这个是1个负,2个负,3个负, 所以就是负6,2,3,2,6,也都弱了, 就剩下负X3, 把3乘进去,我们就会等于3-3x加3x2, -3x3次方,再加进去, 接着我们再做H的X, 是等于2over2-X, 是等于2乘比2-X的负1次方, 我们将2抽的Common Factor出来, 所以这是2,1-2分1, X,全部的负1次方, 这个2的负1次方,就是2分1, 2分1乘2就没有了, 就等于1-2分1个X的负1次方, 我们就let n等于负1, 因为负1次方, X今次就等于负2分1个X, 这是负2分1个X, 代入这条式,expand出来, 这是1加给负1, 这个就是负X除2, 再加给1除2的Factorial, 负1,负2, 负X除2的Square, 再加给1除3的Factorial, 负1,负1,负2, 负3, 负X除2的3次方, 然后我们再将这3次方全部结合下去, 我们会有1, 这个正一个负, 这个是正是不是? 很明显是负, 这个负就是正, 再加给X除2, 亦都是一样, 这个2和这些全部结合, 究竟负1是正呢? 负的Square是正, 负负又得正, 所以当然是正, 加给XSquare除4, 再加给X3次方除8, 如此类推, 我们就找到H of x, 我亦都知道F of x是等于G of x减H of x, 也就是等于3, 加给1, 我将所有的Terms, 是没有X的Terms, 先减了, 这个没有X的Terms, 3减1, 这个3减1, 接着就是负3, 减2分1, 加给负3X, 减2分1的X, 再加给3XSquare, 减XSquare除4, 再加给负3XSquare, 负3X三次方, 负3X三次方, 减X三次方除8, 再加下去, 3减1就是2, 这个负3, 减2分1就是负7X除2, 3XSquare, 减4分1的XSquare是11, XSquare除4, 负3X三次方, 负3X三次方除8, 就是负25除8X三次方, 我们证明了, 这个expansion就是等于这个式, 1次方, 2次方, H of x is montjes 負 x 除 2 是小於 1 所以 montjes 是小於 2 x 由負 2 到 2 如果畫回數線 這是 0,這是 1,這是 2 這是負 1,這是負 2 畫回數線,負 2,負 1, 0, 1, 2 其中的 range 就是這裏 另一個 range 就是這裏 這就是 valid 的兩個 range 當然我們看最小的 range 因此, the range of x in f of x 是 minus 1 to 1 這就是第四部分的答案 第二條 Expans 8x 加 4 除 比 1 減 x 2 加 x as partial fashion 也是做 partial fashion b Hence or otherwise expand 8x 加 4 除 比 1 減 x 2 加 x in ascending power of x as far as the terms in x square 去到 x square 去到 x square 今次做沒那麼辛苦 去到 x square 就搞定 State the set of value of x for which the expansion is valid 和第一條的計法差不多 我們先看 A part A part 就是把 8x 加 4 除 比 1 減 x 2 加 x 是等於 A 除 比 1 減 x 加 B 除 比 2 加 x 分子 分子是相等 分子等於這個 B 成 1 減 x 我們 let x 等於 1 當我們 let x 等於 1 B term 就不見了 因為 1 減 1 就變了 0 所以我們便會放在這裏 8 x 1 是 8 加 4 這個 2a 就 2a 這個 x 是 1 所以就是 加 a 所以 3a 等於 12 a 等於 4 很簡單 我們找到 a 等於 4 接下來 我們便會 let x 等於 負 2 當我們 let x 等於 負 2 當我們 let x 等於 負 2 這個 term 不見了 所以我們剩下 B term 我便會計算到 B 是甚麼 我便會放下去 負 2 乘 8 就是負 16 這個就是 加 4 右邊就是 負 2 乘 這個是 B 這個是負 2 乘負 B 這個是負 B 所以負 2 乘負 C 就是 正 2 B B 加 2 B 是 3 B 負 16 加 4 就是 負 12 所以 B 等於 負 4 我們 負 2 乘負 C 我們知道 A 和 B 代入上的色 就做完 負 2 乘負 C 所以 8 x 加 4 除 比 1 减 x 2 乘負 C 2 加 x 等於 4 除 比 1 减 x 减 4 除 比 2 加 x 也就是 等於 G 的好處 B 和 B 同 占 1 和 B 等於 F 我們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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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of x 是等於4除比1減 x 是等於4乘比1減 x 的負1次方 然後我們 let n 等於負1 而 x 是等於負x 代回這條式裡面 就是等於4乘比1加負1負x 加負1除2的factorial 負1負2負x的square 負2負2負2負50 這是負2負富的感到正 這2是2負2負2負 2負固2負13負4負 所以都是正負 還放x多 is total 也等於4乘進去 4加到4x加到4x的 box 又加 所以就是g的x errands Danke 也就是等于4乘比2加x的负1次方 也就是等于4 2抽了出来,所以就是2的负1次方 1加比x除2的负1次方 2的负1次方就是2分1 2分1乘4就是2 就是等于2乘比1加x除2的负1次方 N等于负1 而x是等于x除2 代入这条式里面 我们就会计到2乘比1加负1 x除2加比1over2的负2 负1负2乘比x除2的2次方 再加进去,去到2次方就够了 这就是等于2 这是1,减比x除2 因为这是负,所以负x除2 这是正数,因为负负得正 2和2弱了,这个2是4 所以加比x2除4 再加进去,这个就是h的x 2乘下来就是2-x 再加x2除2 这个就是g的x的答案 而f的x就是g的x减 h的x 是一样的 g的x是4,4减2 所以等于4减2,这是没有x的解释 有x的解释,这里会是4,这里就是负1 所以就加比4减1,就是加1个x x的解释,这里是2分1,这是4,减2分1 减2分1的时候,这里是减2分1除x的2 我们就会等于2加比5x 再加比4减2分1,应该是7除2的x 这个就是b part的答案 首先a part做了pastle fraction,然后b part将两个分数去做expansion 然后两个双减 计算出来的答案 就是2加比5x 再加比7over2的x2 这些解释我们的解释 the range of x in g of x 就是mondious 负x 小个1 也就是mondious of x 小个1 跟次 the range of x in h of x 就是mondious x除2 小个1 mondious of x 小个2 亦都是一样我们画那条线出来 最重要是画那条数线 这个1,这个2,这个是负1 这个是负2 其中一个range是负1去到1 负1去到1,就是这个range 跟次另外一个就是负2去到2 负2去到2,就是这个range 当然我的limit就是小的range 为准的 所以这个range of x in f of x is minus 1 less than x less than 1 mondious of x 小个1 第三条就有ab两部分 但第三条是exam question 都是比较复杂的 题目就是3x2加4x-5 除比x加3 x-2 我们要变成a加b除x加3 再加给c除x-2 目的就是要找回abc这三个constant b part hence all otherwise expand this function in ascending powers of x as far as the terms in x square give each coefficient as a simplified fraction 我们尽量把fractions simplify 首先我们看看这条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a 就是3x2加4x-5 除比x加3x-2 你会看到分子和分母都是x2 当分子的分母是二次方 而下面的分母也是二次方 不是小的分子 下面的次方数 这是做不到pustle fraction的 我们尽量把这个乘乘进去 就是x乘x乘进去 我们就会3x2加4x-5 除比x2加x-6 你看到这个是x2 这个是x2 这个是x2 我们做不到pustle fraction的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 将它做个long division 我们写回3x2加4x-5 如何做long division 看回第一课 我教过大家的 除比x2加x-6 x2去3x2就是乘3 所以我们就会有3x2 3乘比x就是加3x 3乘比-6就是-18 然后将这两个双减 这个减这个就没有了x2的term 就剩下4-3就是x -5加18就是正13 这是个余数 这条的色 你就可以写成等于3 3是得出来的其中一个 加给余数x加13 再除比x加3 x-2 这个我可以做pustle fraction 因为这是x的一次方 下面就是x的二次方 所以可以做pustle fraction 后面这些东西 先做pustle fraction 就是x加13 除比x加3 x-2 是等于b over x加3 加给c x-2 我们找回b和c 这个term就要乘不进去 就是b乘比x-2 加给c乘比x加3 因为我们通分母 它会有x加3 乘比x加3 乘比x-2 在分母 分母一样 分子又一定等于分子 所以 darefor x加13 是等于b 乘比x-2 加给c乘比x加3 我们let x等于2 当x等于2 这个term b就不见了 我们计算到c 所以我们由2加给13 是等于c乘2加3 2加13 就是15 2加3就是5 所以c等于15除比5 就是3 B 再计算b 我们就let x等于3 因为当x等于3 这个term就不见了 对吧 untime 这个term就不见了 我们就计算到b了 所以就是u3加13 等于b com com 就是 10 等于-5 b b 是等于 a等于3 b c c 等于3 代入式上高 便能做到Puzzle Fashion 这是A part 的答案 B part 我有点麻烦 因为Function x expand 出来 F等于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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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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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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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除2 这个就是1 加给x除2 因为负负得正 再加给x2 这约都是正数 x2除4 再加下去 剩下负2分3 就是负3除2 减3x除4 再减3x2 除8 一直下去 因此我们知道 f等于 3-2 除x加3 再加给3 除x-2 接下来 前面的颜色 3- 前面的g 就是2除3 2x除9 加2x2 除27 1 再加给h 就是-3除2 3除x 再减3x2 除8 再加下去 没有x的 term 我们照加照减 所以是3 3-3分之2 再减2分之3 再加给 3除8x2 再加3 2除27 再减3 8x2 再加上 再加上 1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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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每一个 你都要小心去做 因为加加减减的符号 很容易会错的 Muchas gracias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y tutorial videos And if you need a private tutor For you to get a better mark or better score in your DSC examination in Hong Kong The SAT examination adjusts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for you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y Please contact me at 青湯929 at yao.com.hk My telephone number is plus 1 852 65928609 好 多谢大家收听我这个视频 如果你是希望你的Mathematics和你的英文是更加好的话呢 你想要一个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随时contact我的 令到你的DSC exam 或者你想考SAT 你也可以contact我 因为我都有一些私人的补习 在这两方面的 多谢大家 Thank you Bye bye Muchas gracias